大家好 相信大家听说过这么一个词 叫养寇自重 之前咱们在节目里也说过类似的例子 表面意思就是故意留着贼寇 敌人不打 以此凸显自己的重要 保全自己的位置 那么历史上这么干的人很多 围绕着他有太多的秘密和学与兴风 那么这个养寇自重本质上是咋回事呢 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 正史记载第一个养寇自重的人是西汉初年燕王卢婉 陈希造反向匈奴求救 卢婉奉照征讨 派使臣张胜出使匈奴 以求后路平安 张胜到匈奴有人劝他 说先生您之所以在燕国受到重用 就是因为您熟悉匈奴的事物 而燕国之所以能长期存在 就是因为内地各诸侯屡次反叛 兵事连绵久而不绝 如果您想赶快灭掉陈希 那等陈希等人一被消灭 接下来可就轮到燕国 你们就将成为阶下囚 您何不让燕王与匈奴和好 如此可以长期在燕称王 一旦汉平有疾变 也可以借外援来保全本国 张胜已经太有道理了 私下让匈奴打燕国 卢婉怀疑张胜 上报朝廷请指杀张胜全家 张胜归来一通解释 卢婉觉得特别有道理 就私下放了张胜全家 还让张胜去匈奴做秘使 自己也跟陈希构合 来保证地位 卢婉因此地位稳固 是风光无两 当时卢婉就牛到什么程度 可以出入刘邦的卧室 跟刘邦聊天没有任何顾忌 什么皇上陈下没这说 老刘我跟你说 你看你汉朝廷我今天多亏了哥们 我就全都是这样 当然了后来陈希败王 手下就把卢婉的事给抖出来了 卢婉身败名列 只好是逃亡匈奴 克死他乡 这个燕国也就被汉朝廷就收回了 卢婉这么做属于偷偷摸摸的养寇自重 自己也没说过这样的话 到后来有人居然把养寇自重说得更加赤裸裸 这个人就是晚唐的时候 跟皇朝作战的节度使刘巨荣 其实这个皇朝能做大 跟各地节度使都养寇自重有关系 但都是偷着来 没有明智稿的 唯独这个刘巨荣是例外 他官拜山南东道节度使 已经在襄阳城下会合其他各路节度使的军队 把皇朝打得大败 皇朝一看势头不对 准备渡江逃走 这个时候刘巨荣按住部下 叫他们不要追击 说朝家多富人 有危难 不爱惜观赏 世平即妄之 不如刘贼为富贵作地 这就是摆明了 要养寇自重 这就跟那个京剧那个什么 穆龟云挂帅里的唱的那个 庆生平朝堂里群晓征进 封烟起把帅印又送入阳门 所以不给他干 咱得留着这个 这帮皇朝 你把他打了以后谁给咱封赏 所以留着他 于是皇朝逃出升天 重整旗鼓 后来成为巨寇 攻陷长安 逼得这个唐喜宗逃到了属地 这个时候迫不得已给刘巨荣很大的官职权力 又是天下兵马先锋官 又是司空 又是献猴 可以讲这个时候的刘巨龙 仰寇自重玩的是非常成功 虽然天下大乱 但至少自己高官得作是骏马得骑 这就很值 不过后来他才得意了 得罪了大宦官田令兹 才被诬告落了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但这跟他仰寇自重没啥关系了 除了这二位之外 历史上其他人玩仰寇自重的把戏也不少 毕竟这是维持自己权位的手段 就连那个文人柳宗元都看出来了 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都知道敌人可恨 但不知道敌人有可以利用的地方 说白了 就是敌人有仰寇自重的作用 一般来说 玩这个仰寇自重不能明说 以免给后人留下把柄 所以一个人到底有没有仰寇自重 往往得靠后人去猜 比如明朝大将李承良 一方面帮助罗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 还在边境开设贸易市场 让女真人和明朝做生意 等到罗尔哈赤成了气后 李承良又请止朝廷 说女真人现在太强大了 得打击一下了 以此巩固自己的兵权 关于这李承良 到底是不是仰寇自重 后世议论纷纷 虽然他没明说 但因此获了力 辽东就变成了李家天下 类似于这样的事 是层出不穷 因为这么玩的人太多 统治者就开始防备仰寇自重的人 到后来干脆把仰寇自重当成罪名 指责那些平叛不利的 你比如崇祯皇帝 他当时给袁崇焕治罪12条 其中就有重敌长驱 顿兵不战 这么一条 就算袁崇焕当时在广区门死战皇太极 保住了北京 但是在皇上看来 后金军能长驱入关 就是你袁崇焕养寇自重 不然他们哪有这么大的能耐 所以袁崇焕被凌迟处死 下场是非常凄惨 过了些年 李自成的农民军在陕西河南成了气候 崇祯派去的部队被打得稀里哗啦 不得已想到了被自己打入大牢的孙传廷 孙传廷原来是把李自成打得特别惨 所以夸下海口五千人半年能搞定 结果到了前线 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就又跟崇祯皇帝是要兵要响 崇祯皇帝这个人呢 继位之前没有受过这个当皇帝的教育 不是按照皇位接班人培养的 所以呢 他这个人其实他不具有这个当皇帝的这个基本素质 为人呢又刚愎自用 这个这个刻薄猜忌 你看袁崇幻都给寡了 刻薄猜忌 而且他就这个人特别的叫死礼 就是叫真儿 认死礼 你说五千人半年能搞定 就只能五千人半年搞定 就跟袁崇幻说五年复复聊 五年复不了我就弄死你 欺君之罪 可能你给我一万人 我一年搞定 不行 欺君之罪 所以就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孙传廷下大牢 这个时候呢 这个孙传廷说 这个不得已启用了孙传廷 这个孙传廷一跟这个崇祯皇帝要兵 崇祯大怒 你认为 认为你要仰寇自重 下了一道严厉的圣旨 责备孙传廷 孙传廷只能硬着头皮出关 全军覆没 所以明朝最后一支能打的部队 彻底完蛋 所谓传廷死而明亡义 就是这个道理 崇祯皇帝不久之后 自挂眉山 一身殉国 到了清朝啊 皇权更是比前一代更加强大 在前线作战的将领 稍有不慎 就安个仰寇自重的罪名弄死 你比如说乾隆朝争准嘎尔 战事不立 时任定西将军的策论 就被指责拥兵完寇 最后死于非命 有了这样的教训 后代的将领们领兵作战 首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住皇帝的信任 而这个乾隆也特斗 这个皇帝斗极了 清朝皇帝斗极了 你看雍正皇帝说 这一次 景德镇官邀送上来的慈系烧得不好 所以烧慈的费用不给报销 你这个烧慈的官员自己出 到乾隆爷那儿更棒 打仗啊 时日不得胜 此次军费不予报销 你自个出钱打仗 你这谁烧得了 打一场仗 倾家荡产了 所以这个将领都得玩命 你比如乡军打太平天国 最后太平军退守南京城 曾国藩曾国权明知道城墙坚固 还得硬着头皮驱使不下去打 这一切的背后动机之一 就是为了防止有人说他们仰寇自重 所以啊 这仰寇自重自古以来 就是有人明着暗着玩 这个而皇帝们也屡屡拿这个油头 去整治手底的将军们 这事说穿了 就因为皇权和将领们的利益不一致 所谓狡兔死走口碰 飞鸟进梁工藏 敌国破谋尘亡 就是这么回事 既然如此 你就不能指望两边能维持基本的信任 那么一边玩仰寇自重的游戏 一边呢 拿这个来罗知罪名 也就毫不奇怪了 好了 关于历史上的仰寇自重 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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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